全程热化 为你消化 CAPITAL 958 城市频道 资讯第一台 这里是五点的快报60秒 我是维莹 被法庭判处坐牢一年的前交通部长一华人表示 不会提出上诉 今天下午将如期报到物语服刑 另外涉及一华人案件被控的本地富商王明星旗下的旅店置业 今天恢复交易后 股价下跌 白沙综合诊疗所重新发展后 今天正式开幕提供广泛的医疗服务 今天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一周年 以色列表示 这一年来共有726名以色列士兵丧命 其中380人是在去年10月7号的袭击中丧命的 哈马斯管理的卡萨卫生部则表示 将近4万2千人在乙军的报复行动中死亡 以上就是5点的快报60秒 60秒掌握新闻资讯 快速精简播报 准确及时摘要 你可在Capital958城市频道收听 并同步在8频道和MeWatch收看快报60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